大家好,我是钟依林 然后今天做一个纯素颜的一个五分钟的一个视频播报吧 就是因为这个我看到有消息,刚刚出来的消息 那么英国的这个王子查尔斯已经确诊感染 其实我就在想这个查尔斯感染的这个源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因为他是属于皇室的高级人物 所以他应该说是,比如说汽车也是专车对吧 然后他平时随行都是保镖什么的 然后都是隔着人十万八千里远的 应该说是不会感染到的 而且我们从前一段时间的视频也能看到 他在跟人见面的时候都不跟人握手 敢用这个菩萨的这个手势 所以理论上来说他能够感染的几率是很小的 但是我们上周也看到消息了 就是那个摩纳哥的那个君主也被确诊感染了 那么现在呢查尔斯估计是欧洲的第二个君主 他不是君主,但是他也是皇室成员了 被感染 所以我个人猜测有可能这个病毒啊 它的存活率,存活时间非常长 这是第一,就是不仅仅限于 比如说我们传统报道的说是几个小时 它就会死掉 或者是在金属上可以存活24到48个小时 我觉得他可能存在的时间 存活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那么第二个呢,他有可能 像武汉很多人感染 我估计是因为这个空气中的这个气龙胶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以前说过 中国人他们很多人有这种习惯 就是随地吐痰 那么这个痰一旦干燥了以后 他的病毒就散播在空气里了 跟灰尘一样就散播在空气里了 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个感染源 那么英国人呢,他们都不吐痰的 我可以确定至少99%的人 我住英国十几年了 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英国人图痰 那么但是并不排除 英国也有很多外国人 东欧的呀,或者是非洲的呀 它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都市 尤其是伦敦,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 那么也有 我昨天在网上看到的数字是 每年有22万中国留学生在英国 所以它如果是一个完全 只有英国人的国家或者是社会的话呢 它肯定是非常干净的 但是你有全世界的移民在这里的话 这个卫生程度的话 肯定会受到影响啊 我不是说别的意思 而是说可能其他的国家 不会像英国人那么爱干净 所以这个空气当中 存在这种气溶胶病毒的 气溶胶的几率也是有的 但是这就很麻烦了 因为就算是你待在家里 你也不可能不开窗户对不对 所以像我这个窗户外面就是大街 看见了吗 所以你让我每天不开窗户吗 那也不太可能 但是如果要做到最安全的 减少到最低限度的 这种感染的几率呢 就是我一再跟大家强调的 一定要保持喉咙的湿润 每天多喝水 那么过个10分钟15分钟 一定要喝一口水 保持这个喉咙的湿润 这样的话就算你吸入了病毒 它也只会停留在你的鼻腔和口腔 而不会进入到你的气管 然后进入到你的肺部 因为你只有在进入肺部的时候 这个病毒才具有杀伤力 如果它只存在于你的口腔和鼻腔的话呢 它的杀伤力是非常非常有限 非常小的 最多也就是鼻痘炎或者是口腔什么 感染之类的 就说它不会那么严重 只要这个病毒不侵入到你的肺部 你就是OK的 不会有生命危险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国内的朋友就说 伦敦这下要完蛋了吧 你们查尔斯王子都已经感染了 你们还不赶紧发强制命令 禁止所有的人出门 因为现在首相最新颁布的这个命令呢 是说有四种情况你可以出门 他要求大家尽量的待在家里 来保护自己 也保护这个英国的医疗系统 不会说崩溃 对吧 因为如果感染者太多的话会崩溃 到目前为止 英国的总感染人数是八千人 其实我国内的朋友担心的要死 说天哪英国都八千人了 我说你不要这么担心吧 美国三万人了 德国和法国都两三万人了 你不去担心 然后英国的数字已经是他们的三分之一 或者说四分之一了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而且英国到现在机场也并没有测体温 什么这个那个 没有像中国那样的严查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为什么不严查 这是人权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 科学家经过那个模型的计算 这样做的降低的概率是非常少的 大概10%到20% 就说如果你在机场 根据温度来检测的话 而且当时首席科学官也说了 很多人都是无症状感染的 就是说就算你测体温也测不出来 然后当时首席科学官还说了一点 他说比如美国的首席确诊感染的 他就是经过了这个机场 他pass了的 当时机场在检测体温 但是他pass了 他通过了 然后他大概很多天以后才发病 所以机场检测体温 这个可以降低它的概率 但是作用并不是很大 所以英国的所有的政策都是基于科学的 我反复强调 你们一定要相信 英国所有的政策 不管他每一步出台的不同的政策 都是基于科学的分析 是非常严密的一种态度 并不是说随便 首相老大一拍 我今天要封城了 明天要复学校了 不是这样子的 它都是基于疫情的不断发展 随时更新 英国的这个医疗团队 还有这个科研团队 他们不是说在那里就 就一天到晚 是为了瞒报数字而存在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在英国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所以说请大家不用担心 英国的这个境况 因为我们知道 英国现在形势也很严峻 不容乐观 但是比起欧洲的其他国家来 它已经算是做得非常好的了 它已经是做得非常好了 然后回到我刚才想说的 一下子说差了 对 对我国内的朋友就担心说 那你们英国就应该下死命令 命令所有的老百姓不许出城 然后我没办法 我只能给他普及这个法律常识 因为这个法律常识 也是前天我看朋友 就是律师 在英国当律师的朋友的 微信看到的 朋友圈看到的 他就是说 从法律上来讲 英国政府 我不说所有的西方政府 而是英国政府 他没有任何权利禁止全民出行 因为你知道吗 全英国六千六百万人 英国人 他们不是囚犯 不是说你政府想干嘛就干嘛的 人家什么事情都没有 你政府没有这个权利禁止 六千六百万的英国人 你们全部都不许给我出门 这是违法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政府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所以如果国内的留学生家长也好 或者谁也好 还幻想着英国能够出台这种政策 我告诉你永远不可能 政府只能是规劝 这个劝说大家 你们尽量不要出门 你们出门会很危险 他只能是这种 advise 就是奉劝你 但是他不可能强制 他永远不可能强制 因为居民 公民不是囚犯 你不能因为任何原因 哪怕就是外面天塌下来 如果说这个英国人说 我不怕死 我就要出去 你哪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而且说实话 你也不可能 英国也不可能有那么多警察 能管得了 六千六百万人口吧 对不对 你挨家挨户的实现军管 那不就跟法西斯一样了吗 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包括在德国也是不可能的 法国就是欧洲的这些 现代文明的国家 这个是不可能的 政府只能规劝 包括现在在意大利 政府也并不是说 死命令 你出门 我就得把你抓起来枪毙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能是说 外面太危险了 你们大家不要出门 尽量不要出门 就政府能做的 只能是这样子 而且我在 昨天的那个视频里面 前天的那个视频里面 已经详细介绍了 英国在关闭学校 和关闭这个酒吧餐厅的 这一的同时 这些公众场所的同时 出台了一系列的 经济上的保护政策 和社会 社会福利方面的保护政策 所以它是非常系统 非常全面的 就是你 现在老百姓 全都带在家里 不去工作 没有关系 政府给你们发工资 中小型企业 不会倒闭 政府给你们贷款 你知道吗 所以 英国 相信我 英国一直在做 非常正确的事 我不认为 从一开始到现在 英国有任何决策上的失误 或者是错误 而且那天 就是3月13号的时候 首席科学官 接受天空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我们并不是 从昨天才开始 来研究这个病毒 制定这些政策的 我们从今年年初 甚至于更早的时间 话句话说 也就是2019年12月底 和一月 今年的一月初的时候 这个科学官的 所在的这个科学团队 已经在开始研究 这个武汉病毒了 也就是说武汉病毒 当时刚刚出现的时候 英国人 他已经在开始 研究这些东西了 所以他所有的决策 是早就运筹帷幄的 而且当时科学官 还说了很重要的一点 他说我不希望 现在因为任何的 这个疫情的变化 或者民众的恐慌 而打乱我们的科学的步骤 所以其实科学官的意思 非常清楚 就是说我们从 今年的1月1号开始 就已经开始在 一步一步的计划 我们怎么来控制 和对付这个疫情 那么你不能因为 民众的恐慌 因为民众他是不懂科学的 他一看到有人感染 他就恐慌 他就这个那个了 要求你政府 首相这个那个了 那么这些措施 其实都是在打乱 科学的计划和步骤的 但是那天 那个鲍里斯 英国首相也说了 他说 现在的疫情呢 就是因为数字上升 所以我不得不 采取这个封闭餐馆 或者是学校 这些措施 但是呢 这种措施 其实是wrong的 其实是错误的 其实首相他是很清楚的 因为他是听从了科学观的建议 但是只不过呢 现在是民众逼得他没有办法 来采取这些错误的行动 因为我说过多少遍了 封城 封小区 封人口 都没有任何的用 因为一旦你 你不可能封人家一辈子 对不对 所以你一旦打开这个门 你一旦开城门 开小区的门 病毒又会复发 唯一的办法是疫苗 但是疫苗不可能在18个月以内生产出来 所以只能靠自身的免疫力 所以封城完全没有用 只不过现在 现在为什么封城 他包里斯还是颁布了这个封城的措施 半封城啊 就是关闭公众场所的这个措施呢 是因为他需要压 拉平这个曲线 因为科学家和全 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全世界的政府 都在努力做同一件事情 现在就是尽量拉平这个曲线 不要让他骤高骤低 拉平这个曲线 是现在应对这个疫情 唯一的方法 也是科学的有效的方法 所以包里斯非常 虽然他很清楚的知道 封城是没有用的 然后这么做也是错的 但是现在为了保护NHS 也就是英国的医疗系统 为了拉平这个曲线 所以他不得不采取半封城的行为 就是关闭学校 然后那个关闭酒吧餐厅 运动场馆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一切 但是比如说外卖啊 还有比如说我在网上买的这些东西啊 还有包括超市啊 这些都是正常开门的 这些都是在正常营业的 然后最后我还要说一点的是 之前我说的很清楚 首席科学官在半个月前 他就已经说了 这个病毒 他从此以后就与人类常在了 我们再也没有办法 把它彻底消灭了 当时我在公众号里面 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网上还有很多人骂我 说不对不对 说那个这个病毒 肯定是可以被消灭的 而且钟南山也说了 没有证据说他明年还会再来 然后当时我也不可能去辩驳 对吧 因为我又不是科学家 对吧 我只是在翻译 或者说在传递 英国的首席科学家 这个英国的科学团队 研究出来的结果 但是我认为呢 这是一个常识 因为现在全世界 已经30多万人感染了 你怎么把这个病毒消灭 这个病毒已经存在在空气当中 存在在大大的粪便 也就是土壤当中 存在在比如说你的那个唾沫非叶 也就是各种各样的下水道啊 自来水啊 什么这个那个 就是你再也不可能把它消灭了 你不管怎么样做 这个病毒你可能能消灭99% 但是只要有1% 它还是会传染人 对不对 那还是会遗传 实实传百 因为最开始武汉 可能也就只有第一个人感染了 然后现在传到全世界 30多万人 所以你不可能把这个病毒 哪怕你把这个病毒 万分之 9999都已经消灭了 只要有1%的 这个一颗病毒在 它还是会 威胁到整个全人类 所以首席科学学官的预测 是非常准确的 它就是说这个病毒 再也不可能消失了 那我们只能做好长期的打算 那么长期的打算 就是我们尽量把这个曲线压平 等到疫苗出来为止 那么现在我知道 中国呀美国呀 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 有这个疫苗研制出来 并且开始了第一期的临床试验 比如像中国已经开始 武汉已经开始 在给人的身体注射了 但是呢 我说了这个疫苗 不可能是一朝一夕 能够完成的事情 它需要很多的科学的步骤和流程 这些东西是不能被打乱的 如果你一旦打乱了 任何的科学的疗程 那么这个疫苗 只会对人体 带来更大的伤害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毒 对吧 你如果这个疫苗不过关的话 那么这个危险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不能着急 只能够耐心的待在家里 耐心的等待这个疫苗出来 同时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还有一个就是说 尽量的不要去 跟有这种病源的这种地方接触 也就是说不要出去 不要聚众 什么这个那个的 还有就是国内的官方新闻 这两天也已经出来了 包括总理李克强 他也说了 这个疫情是一个长期的疫情了 不可能就是说永远的消失 那么他是希望 全国的各个省 不能够再瞒报 不能够为了追求这个零确诊 而不给病人救治等等 因为我们最近也看到 有很多官方和非官方的新闻 就是说有的人 他已经出现症状了 但是医院就是不给救治 我们在网上已经看到 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了 所以昨天的这个 中国政府网发布的 这个国务院总理的这个消息呢 其实这个信息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你们不能够在 为了纯粹为了追求这个零确诊 和零感染 然后来瞒报 或者是不给不给人救治 对吧 毕竟人命关天 而且现在你在追求任何的零确诊 已经毫无意义了 因为就算你中国零确诊了 全世界不可能零确诊 全世界现在还在爆发的高危期 好吧 这就是今天的一个简短的新闻播报 再见